师父师父 我现在跟您说一下 请讲 我弟弟六月七号走的 然后我们同修还有 有点激动师父 几岁了 弟弟几岁了 还没有到二十九岁 马上二十九岁了 现在知道了吗 人生无常 早就跟你们讲 是的师父 然后现在想跟师父说一下 我们师兄所梦的梦境 然后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讲吧 第一个梦境是 同修梦见我刚去世的弟弟 他来到我家里 然后看到很多师兄 在家里面住宴 然后这位同修 就跟很多师兄在一起 然后后面就抬我弟弟的棺材 棺材非常的重 抬了一会儿 其他人都抬不动了 然后这位同修 就背着棺材飞出去了 飞出去的时候 旁边都是很黑的地方 然后他说 大概过了几个棺 像守门的一样的 有门声 还是母烟擦之类的这些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 就过不去了 但是呢 看到了一点光 是有守门的 所以他拦着过不去 然后挂棺材 他放到那里的时候 对面是一座很漂亮的山 同修说 还说是我妈妈帮他选的 然后看见 我弟弟的身边 有很多的灵性 像是以前的同学 然后是那种 就是不好的 就是像恶赖子一样子的那种 然后同修就去上了一个厕所 就醒了 啊 明白了 然后 但是出 然后出师当 出师的当天晚上 我弟的他那女朋友 梦见 他 梦里面是 我弟弟和一位女的好了 就不要他了 就跟他说 我不要 不要他了 就走了 就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梦是 这位师兄看到我们群里面 发了说 我弟弟走的消息 就心里面挺难过的 然后晚上就梦见 也是同样的 跟前面的师兄梦有点像 就是也有很多师兄 在家里面住念 然后同修印象深的 就是我和我妈妈在一起 然后突然师兄一转头 就看到和我们心灵法门 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 一模一样的 从天上下来 然后当时 看见菩萨下来的地方 是有一个很大的鱼塘 然后一会儿 菩萨就上去了 当时我妈妈在梦里面 就很淡定 还就说 就说 哎呀 这是带走了 带走了 这下就放心了 妈妈是这样说的 然后同修 同修还在说 他说难道 他难道说 你的儿子还是 在天上守鱼塘的 他还这么讲了一句 然后就梦醒了 然后过了几天 我和我爸爸就连着做了两次梦 第一个梦是 爸爸和弟弟是隔着一格墙 但是都知道对方是谁 只是看不见对方 然后第二个连着的梦是 弟弟从外面回来 爸爸看见他 他正在洗手 然后就洗完手 就坐在餐桌上 爸爸问他去哪了 他也没说话 然后再来一个是端午节那天 爸爸梦见弟弟拉了一车的东西 还有两个人一起送他 走得很急 然后他告诉我爸爸说 他要去更好的地方了 然后这是早上爸爸跟我说的 说完之后中午 我就是可能也是太思念弟弟了 我就也是因为我的鱼吃 去了他房间说了一会话 中午我就去睡觉 就梦见他了 梦见他在一个像农村的一样的一个房子 然后梦见我爸爸还有 有在世的朋友都在一起说话 然后我就伤心的走过去抱着他 低头的哭 然后他还笑着问我说干什么 然后就就就梦醒了就没有了 嗯知道了 然后啊 所以 你用不少讲了我全知道 嗯 是师父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已经给他念了有两百四十张小房子 就是还有结缘师兄的一起 然后还给他放上了一万三千多条鱼 然后还有我妈妈参加三次法会 各百分之三十的功德给他 还有拿他的 所以啊他才能上去啊 所以他才能上去啊 他上去了是吗师父 还没有 就是说很快就可以上去 现在还没有 听得懂吗 那他那他好师父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呀 在飘 啊 在飘 在飘是吗 那就是说 我跟你说 他就是他就是一个结过不去 他是什么原因呢 结一个结过不去听得懂吗 啊 另外还有一个 第一个做梦的同修最准 我告诉你他他讲的那些全部都是人死后的情况 就是第一个棺材的那个是吗 对 全部都是真的 真实的 因为他是在墓地里 他到墓地了 所以才看见边上那叫鬼魂 明白了吗 对 我还有师父 我还梦见一个梦境 就是特别真实 就是我 我当时我在家里面一个人 他突然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他上半生还没穿衣服 对了 就就像夏天一样的天 天热 所以我还认为是天热 他不穿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弟弟 你现在在哪里睡觉 他就跟我说在墓地睡觉 在坟墓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然后 然后我说你跟谁在一起 他说他跟两个灵性在一起 就就就就像是我爸爸之前梦见里面就说 他还他还有两个人在送他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那两位灵 对啊 一样 现在知道了吗 我就跟你讲了 我就跟你们讲了 人孤狠野鬼的话 不应该死的话 他只能到自己的坟地 所以你不给他落坟 你在火葬场放一个 一个一个骨灰盒放在那里的话 他永远不能入土为安 他连个家都没有 听懂了吗 好的师父 为什么古师傅说要入土为安 就是这个道理 入土为安 好的 好的 那我想问一下师傅 像他这么年轻的话 一般这种事我们要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也不懂 怎么处理啊 按照正常的 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啊 然后最主要是帮他魂魄 要超到天上去啊 否则的话 他就是在墓里拿点钱而已 没有用的 很多人们就是过去 处理们就是烧点稀薄了 然后他就在地府里用用了 然后一直要等到 他的阳寿静了 他本来比方说 你弟弟现在29岁走掉的 他本来应该活到59 或者69 那这几十年就得在下面过呀 而且在这个过的当中 他不能投胎的 听得懂吗 只能做鬼 听得懂 所以人不能自杀 好的 师父 那我们现在就是赶紧 找个墓地给他先入土为安 然后不停的念小房子 他现在就等于没地方去 他自己 他自己在乱跑 跑到墓地里去睡觉 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 那我们还想问问 他是犯了什么大错吗 他为什么 就说这么年轻 要看图腾的呀 好的师父 你弟弟是不是 要犯了什么大错 你要自己要知道 要么就是大杀生 要么就是曾经把人家 因为一句话 一件事情 把人家或者弄死了 因为过去 发生过一个事情 一个男孩子 不要一个女孩子了 这个女孩子 结果自杀了 你在人间道义上 是可以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一到 你一到这个劫难的时候 弟父就不饶你了 因为他下去之后 他死了之后 他鬼魂盯住他呀 最后就把他带走了 你只要想想 你弟弟有没有 跟一个女的抛弃过人家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一定被人家带走了 但是根据你刚才做梦来讲 有两个男的灵性 一直盯着他 那也就是说宿命的鬼呀 明白了吗 前世的是吗 有可能 有可能前世的 就说师父这些 就说他怎么走的 就说还是得要看图腾才行 一定要看图腾的 看英国的 好的师父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您 就是 我们是老家是在山东的 我们现在人在桂林 然后他出生在那边 如果我们就说安葬给他的话 是安葬在这边还是回去的好 这边吧 桂林吧 在这边啊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的话 他这个风水比较好 因为他是这样的 如果你下一次再投胎的话 他就是投胎出来 就是桂林人了 哦好的 那师父像这样子的话 这么年轻 他也需要立墓碑吗 要的 怎么不要你啊 死了吗 那一定要立墓碑的 年轻了 现在我早就跟你们讲 棺材不是装老人的 明白了吗 哦 好的 那我师父还想问一下 就说我们还需要多少小房子才能 180张 看看他能不能跑掉 如果你这个 逢贵逢利 他现在一定 一定是自由的 但是呢 他不在 就是因为你们给他烧小房子 所以他不在 旺死城 如果在旺死城 关在里面 不能出来的 只有出 只有 只有七月十五啊 清明了 还有这个 这个冬至了 他们可以出来 但是你现在因为 为什么你这个弟弟 能到处跑啊 还能到回到家 来看你啊 听得懂吗 他经常回来是吗 经常回来啊 就是因为 他现在是 还算自由呀 但是他是鬼呀 听不懂啊 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说弟弟应该是 自己的亲弟弟 我每晚天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还挺怕的 你要记住 人活着的时候是人 死掉就是鬼 那你说你 你你你你跟鬼在一起 你怕不怕了 是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 妈妈刚刚还活着的时候 还有一口气 大家可以摸摸妈妈妈的手啊 碰碰妈妈妈 那妈妈刚一走掉 几个小时之后 你还敢碰吗 好的好的 听得懂了吗 好听得懂了 那 鱼还要放多少吗 鱼没有关系了 主要是小房子了 主要是小房子 我们现在还有十天 就到四十九天了 我们想尽量看看能不能念念到 念到一起五百张 对啊 如果能够有五百张的话 他已经现在很自由了 你要看他下次 现在很自由 再看见他的时候 穿衣服他就很自由了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我们现在梦到他非常非常少了 就不像刚开始出事的时候 一直都梦到他 对啊 他现在那个时候 他是最自由的 七七四十九天里边 他是魂魄乱窜的时候 听得懂吗 他等到现在 等到四十九天的之后 严谎老爷就要开始判了 到底判他偷人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 在四十九天里边 小房子尽量念多 好的 我们现在每天也给他念礼佛 我和我妈妈一人 原来是念五遍 现在又一人念三遍给他 对啊 就是这样 然后往生咒也每天给他烧 我相信他因为上辈子 可能是有杀过人 这个时候有结 那两个一定是被他弄死的鬼啊 叮嘱他要他走的 所以就 很难躲过这个结 你弟弟又不是很努力 你如果弟弟呢 我告诉你 对他原来是有点学过的 后面可能也因为 我看了网上的 还有感情上面影响 对就 就退转了 就没有在念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那些乱写文章的人 他只要有一个人退转 那个人就下地狱一次 我告诉你 这个写诽谤人家的人 永不超生的 我告诉你 所以这种 你现在知道了吧 不要去诽谤人家 明白了吗 好的 终于打通师父电话了 真的师父太感谢 你自己要记住了 有时候人生苦短 有的人上辈子 以为逃到这辈子来了 逃不掉的 所以就像电影里面 叫时空随道一样 你穿过这个时空随道了 你到了这个时空来了 照样他从那个时空 再追过来 追杀你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我和我妈妈 也有我们自己的疏忽 就没想着给他念 对了 我告诉你 如果他 如果他怎么可能会避开呢 很简单了 如果他出家了 保证死不了 出家了 他如果出家的话 因为过去来讲 有大劫的人 他可能立个院 他出家 他这个他命就保住了 或者还有一些人 就是要大怨力 听得懂吗 所以就像师傅说的 这么年轻 他虽然说不是跟人家撞车 他是自己骑电动车 喝酒摔下去的 然后是那个鼻子和嘴巴 那个撞到那个可能土里面了 然后呕吐出不来 就几分钟之内 可能就窒息走了 我就跟你讲 所以这个 实际上这些都用不着讲 他可以用任何方法让他死的 因为下面只要那两个鬼 他在暗处 他随随便便玩你一下 你就走掉了 就是被拉走吗 拉走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知道因果之后 不要太难过 只要现在他没死 实际上他的魂魄还在 你只要好好帮他念经 你让他能够操作到更好的地方 你就是在帮他忙了 明白了吗 对因为 因为妈妈一时接受不了 所以 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我就告诉你 一定要记住了 你们还好学佛了 不学佛啊 你妈妈 你妈妈也会走掉的 我妈妈说还好有心灵法门 有菩萨救了他 他如果不学心灵法门的话 他早就人就支持不住了 进医院了 对啊 肯定走人了 特别感恩 他现在知道因果了 所以他就不会太难过 而且他还知道 台长告诉他 他的孩子在哪里 如果他不学佛法的话 他肯定想不通啊 难过啊 想不通难过 最后我们就走掉了呀 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师父 就说我们现在 要给他多多的念 他应该不会去盼到 很差的地方吧 应该不会 我看他至少还没有 受到在下面没有自由 他现在有自由的呀 嗯 就是说这个 这个现象还是稍微好一些的 对啊 他在轨道里面走来走去 嗯 如果你给他五百张念了之后 有可能投人啊 嗯 千万不要投畜生就好了 一投畜生 万劫不复了 永远在畜生里面 转来转去的 明白了吗 好的 师父 那那就说 就说如果再想知道其他的话 就只能打图腾的电话 才能问到其他的 对啊 我现在不能看了 不能看 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我不瞒你说了 师父今天早上一找 哼 他就来找我了 他感恩师父 因为我们之前一 你问我刚刚那些 那些徒弟 我一进来跟他们说 我今天头痛得不得了 我都没跟他们讲 为什么 师父您辛苦了 反正是只要有这种节目 他们就会来找 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情况告诉你 现在他最急的就是问你们要小房子 你们谁 谁没 没日没夜的帮他 烧小房子的话 他就会感谢你们 如果你们帮他懈怠 他以后做了恶鬼 他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对 因为一开始我和妈妈帮他念 爸爸没念 然后他就一直去爸爸梦里面 就要小房子 看见了吗 然后爸爸给他念了之后 他就出现了少了 看见了吗 对 真的非常的 他现在 他现在 跑到师父这里来 就是为了打通电话 让我告诉你们 让你们好好念小房子给他 还要讲吗 好 我就讲给你听他的样子 他的头发不是往后 他前面边上还有一点点刘海 就是前面有一点点头发的 对有一点 眉毛比较粗一点点 但是往后面有点倒下来的 对对 好了 还相信不相信 感恩师父 好了 就这样了 我非常相信 我本来不应该看的 好了 谢谢师父 叫你妈妈好好地帮他念吧 大家这两天没有 除了吃饭睡觉 妈妈就是念经帮他念 对 现在我和妈妈就是努力帮他念 你不念掉有后遗症 我们自己都念了少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